歡迎收看新興的視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志光 我們今天要來煮一道料理 其實也不是煮啦 是做一道料理 因為這次呢 我們不用動到火 OK 那做什麼呢 我們今天來做一道涼麵 台式的涼麵 好我就介紹一下材料囉 我們需要準備油麵 雞蛋一顆 因為我們等一下需要蛋皮 然後切絲喔 火腿 什麼火腿 其實我是買土式火腿 那你要用任何一種火腿都可以 那我也是等一下把它切成絲 兩顆蒜頭 嫩薑 然後蔥三隻 然後小黃瓜 那小黃瓜一樣 這個多瓜 我們不是要賣 就因個人喜好 這些食材都是因個人喜好 看你要怎麼去搭配都OK的喔 然後一根小黃瓜 我們等一下要把它刨成絲 然後這是食材部分 那醬料部分呢 我們需要芝麻油 5cc的芝麻油 跟這個芝麻醬 我們需要30公克喔 然後醬油也是30cc 糖 20公克的糖 然後 開水 是開水喔 不是水喔 是開水 我們煮過的水 我們需要100cc 其實涼麵很簡單啦 就是重點是醬料這部分 OK 那我們現在準備來這些 準備這些食材喔 我們現在準備來做醬料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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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頭 蒜頭 姜 蔥 芝麻醬 好 醬油 好 醬油 好 把我們的 開水 就是茶 好 準備來打這個醬料囉 OK 我們的醬料已經做好囉 我們先就把它倒出來 原來 反而呢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樣 沒有放 就是 芝麻油 我們現在需要放 5cc的芝麻油 下去提香喔 讓這個 讓這個 涼麵醬 更香 好 我們不需要多喔 只是提香而已 然後這時候 我們就醬料完成啦 那準備來做我們的涼麵囉 OK啦 我們現在準備來做我們的涼麵喔 因為所有的食材都準備好了 麵量呢 就隨人喜好 看你要放多少麵都可以喔 好 那這時候呢 就準備放我們的材料 我們先把這個醬 淋上去 因為其實大家吃台式的涼麵 是不是很喜歡那個醬很多 OK 我們自己做的話 這個醬要多少 都沒問題的 好 對了 我想到了 那有吃辣的人 你也可以準備辣油 用辣油淋上去 也是很棒的喔 然後放入我們的食材 來 真的可以放得很多很大氣的 不用像草商都一點點 都是一點點 OK 要吃多少我們就放多少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完成喔 我們的涼麵 好 我們的涼麵上桌囉 這個其實你說簡單 真的很簡單 只是備料麻煩一點而已 但是呢 總比你去外面吃 或是路邊攤吃 自己衛生自己看得到吧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此囉 那喜歡此影片的請下方幫我點個讚 或按個喜歡 順便幫我分享出去 那想要繼續追蹤本頻道的請按訂閱喔 因為你訂閱的話 會有訂閱就是我做新影片的時候 會有新影片的通知 那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